佛把贪嗔痴成为三毒 如果对于气情无欲看得淡 这个病毒对你伤害不大 还是有 不大 如果对于气情无欲看得重 也就是贪心重 成为心重 那个麻烦就很大了 傲慢嫉妒 都是你得癌症的原因 因素 阿弥陀佛 我们在这个经历 学了六百多个小时了 我们渐渐明白了 就无了 宇宙之间第一身 就是阿弥陀佛 你把阿弥陀佛放在这个心里面 你身心什么毛病都没有了 你身心什么毛病都没有了 不需要医疗啊 不需要自补啊 不需要自补啊 没有必要啊 身心自然健康 为什么 你本来是健康的 这些三毒烦恼 本来没有啊 不是你生下来带来的 不是啊 本来没有啊 是后天被环境 被习俗 远无 变成的 所以古时候的教育 着重伦理道德 那么对于这些病毒 碳城之蔓宜的病毒 成长比较缓慢 现在 以前这个好的教育丢掉了 现在的教育 都学习西方 西方人上竞争 竞争的根源是什么 还不就贪嗔痴吗 人没有贪嗔痴 不会跟人竞争啊 那各个人都贪嗔痴 那各个人就独立了 对立了 现在很可怜 夫妻对立 父子对立 没有一样不对立的 第一个念头起来 就立 必须要真立 真名夺立 干这个 不知道你一生 名利是你名利注定的 你名利没有 真都知道 真到了 不是得病 就是灾难 你名利没有啊 你真得来的时候 你不能享受 你只得重病 让这些真来的钱的时候 从医药费里开销到 你不能正常享受 再不然就是自然灾害遇到了 可能连命都丢掉了 我估計 我便能给你